好的朋友们早上好 我是阿萨社区的周老师 你们的老朋友 今天是19年8月28 那么到了星期三的一个时间 朋友们啊 也是好几天早盘没有给大家敬命了 那么今天呢 由我给大家重点来梳理当下非常重要的机会 和一些个别的行情 好吧 那么对于今天的早盘分享呢 还是按照咱们的老样子 首先给大家说一个 我觉得日耐非常不错的短信 打顶的机会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现在我这样一个旁边 天牛是在傍日 傍日这样的一个经典之中 傍日在我看来 今天是非常漂亮 打顶的机会 我们就来看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朋友们 傍日的15分钟图形 你会看到它的一个涨跌非常有序 从这里下来之后 然后上来 再回踩 然后又上新高 又回踩 朋友们 这个图形是不是走得非常的漂亮 它的结构是那么的漂亮 那么的完美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打顶的机会 我这样一个结构一画 大家应该都知道 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按照这样的一个情况走 我们可以把这个通道划出来 朋友们 半日目前15分钟的一个走势 忽略这样一个沿线 就是这样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通道 非常标准的一个通道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非波关系 非波关系 朋友们 这个位置忽略刺头刚刚好踩在了61.8 对不对 好 我们再来看 这个位置 它又创新高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位置的非波61.8 刚刚好在这样一个通道下沿位置的附近 所以说这个位置就是通道线 非波线共振的地方 我们之前给大家说过多性合一 那么这个位置就是多性合一存在的一个可能点 然后在这个位置左侧去打点 我觉得就是转多转少的问题 这是一个趋势行情之中的非波共振 我觉得在这个位置打点 这样一个确认度非常高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布林带 好吧 布林带我们来看一下 布林带的一小时级别的图形 一小时级别的图形 可能刚刚好 这个位置还是看到没有 布林带下轨已经往上转了 所以说差不多就在这个位置 应该就是我们的多性合一 布林性通道性还有非波性 三性合一共振的地方 这个位置是一个绝佳左侧去打点的地方 没有任何问题 朋友们 好 这个是咱们的一个半日的一个15分钟级别 非常漂亮的一个打点的地方 那么在这里推荐给大家 那么随着昨天行情的一些组出来 那么其他的品种也是有一个不错的表现 那么除了半日 这样的一个直接可以告诉大家进场的这样一个机会 那么其他旁边也简单的把大家梳理一下 好吧 好 那么这个是半日 大家不要错过来了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一些品种 半日之外 那么就是英镑 英镑的话 那么目前的结果在我看来 一小时级别 就是这样的一个通道 没有任何问题 朋友们 一小时级别的行情 就是这个通道 就是这个通道 那么目前还就是一个通道的震荡 如果有高位 有空当的朋友可以在哪里 哪里 没多的问题 目前这个结果还在 下来了 咱们又继续接多 没什么问题 这个结果什么时候坏 咱们就什么时候改变思路 这个是英镑 然后黄金的话 也给大家说一下 朋友们 黄金的一个走势 目前在我看来 还是非常的清楚 朋友们 还是非常的清楚 大家可以看到 整体来讲 昨天其实我有给大家去说过一个情况 我在进阶帮里面 进阶帮里面 帮大家已经表达的非常的清楚 目前的结果 昨天这一部分 昨天的这一部分 没有走出来 朋友们 没有走出来 然后下来 朋友们 这个是什么结果吗 上来 再下来 朋友们 这个时候看什么 看布林带 这个我在行情之中的状态 已经给大家 已经非常清楚的介绍过了 如果像这种两笔结构 就去看布林带 就去看布林带 一小时机会的行情 昨天朋友们 布林带是打在这个地方的 是不是 那么这个位置 看布林带的碰撞 是不是可以去接多 是不是可以 然后上来了 看什么 看回档 是不是又是一个空点 朋友们 如果大家还觉得三菜系统 实战性不强 那么我觉得你就是没有你会到它的精髓 那么今天在61.8的地方继续拐头 继续拐头 对不对 那么这就是一个布林带去做它的状态 然后转到一个回档 飞波再继续转空 来回做的一个非常漂亮的三菜系统的一个应用 这就是当下的一个旁边机会 好 那么这个是昨天已经走出来的 那么当下 我觉得环游环境的话 这个结构大家可以去关注 目前在我看的还是非常清楚 朋友们 环境的一个15分钟级别的行情 那么上来 再下来 目前在走通道的震荡 这个位置可以尝试布局仓位去打点 可以去布局 问题不大 我觉得问题不大 朋友们 这个位置应该是 也是飞波76.4吧 又是 76.4 朋友们 可以短信飞波去打点 飞波去打点 那么看这个动能的好像有点强 那么在这个位置 如果走在去进场的朋友 那么这个仓位要控制好 仓位要控制好 这个是云游 这个是黄金 不好意思朋友们 好久没有给大家做早房分享了 今天口误有点多 当时呢 我这样的一个思路 已经表达了非常的清楚 希望大家能够明白 最后说一下云游吧 云游的话 其实在我早房 在我有一次直播的时候 就刚刚好来到了这个位置 给大家有做分享 有做预期 是吧 当时应该给大家画的是 这样一个通道结构 对不对 哎 朋友们 是不是非常清楚的通道 非常清楚的通道结构 朋友们 这个位置它又上来了 上来了时候 朋友们啊 密切关注这个地方的一个空 我觉得非常给力 非常漂亮 是做性价比非常好的地方 云游四小时级别的状态 非常清楚上来 目前在做一个通道的震荡 这个位置是绝佳左侧 做性价比空点的地方 当然在这里其实还存在一个飞波关系 这个位置往下拉飞波 大家可以看到 也就是61.8 所以说目前是在这个位置往下拐 还是在通道 尤其是6.4的位置往下拐 那么当然肯定是空 但是这个空点有可能是这里 也有可能是这里 这个位置可以小仓 左侧去做 布局非常轻的仓位 然后这个位置去做 我就可以觉得正常仓位去做 所以说原油有两个空点 第一个是这个61.8 这个61.8的空点 大家一定要去谨慎 一定要谨慎去空 仓位要放小 只有来到了这个通道 加716.4位置 这个位置附近 我们才能去正常 按照这个四小时级别的通道 去在这里去布空 才是最好的点 这个位置空 稍微还是有一点点激进 好吧 好 这个是原油的状态 那么原油环境和今天 直接可以布局的机会 班日 那么就给大家说到这里 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执行做好 新朋友们 今天的早房分享 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喜欢我们视频节目的朋友 可以去优惠腾讯 去观看我们的视频节目 当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阿萨社区 最后欢迎朋友们加我的私人微信 我们私下沟通交流 新朋友们 祝大家相遇 交易顺利 咱们明天试镜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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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